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美中在对抗 不管是经济啦 军事啊 各方面的布局 那他也要对话呀 之前拜登跟习近平通了话 但这个通话显然没有解决 两国之间很多经济的争端 现在整个经济贸易的壁垒 在美国是越足越高 不过现在华尔街日报报道了 北京正在着手准备年底要拜席会 这将是两位领导人三年来的首度 面对面会晤 当然还有几个月的时间 不过通话之后正式要拜席会了吗 当然也是要看11月其中选举的结果 会不会影响两个人可以谈什么 所以解放军对于在这次 佩洛西来台的效应 已经是一个常态长远的影响了 因为虽然围台军演结束 但是继续扰台成为常态 昨天又继续24架军机6军舰来扰台绕行 并且开始一周的渤海实弹射击 解放军甚至还有根据绿媒的报道说 以假冒我军就是角色扮演 还当成我们中华民国的军队的人员 直接播放驱离广播 这是一种演习的概念 反串的概念而解放军持续是在南海做夺岛的演习 不但出动两栖攻击舰还公布海军陆战队 夺岛的演习画面 我们来看看这段画面 这个夺岛的画面当然是大家不希望看到 这是他们的演习画面 当登陆舰艇 登陆之后一堆兵就立刻上岸 来作为夺岛的演练这样的画面 现在也不断的透过他们的中央电视台 正在对外公布当中 除此之外还有中泰两国的空军达成的共识 接下来11号 14号就要在泰国的空军基地 进行应急2022的空军联合训练 当然之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暂停延后了 那么这一次继续跟泰国携手要来做演习 所以解放军挑战美日底线吗 中国东海的舰队部署了新型的攻击潜舰 要挑战美日自由开放太平洋的原则 所以这些本来有的一些默契跟原则 这一次一直不断不断的在重新改写 当然中国军研里头 飞弹落入日本经济海域 日本大声的抗议 但日本共同社就说了 习近平是亲自他 把这个落点撤在这里的 是亲自画设的涉及范围 就是要达到日本这一来的吗 当然还有美国之库的报道 黄海好像现在被忽略了 但是黄海非常的重要 只有靠韩国是在这个位置 是无力的阻止中国的霸权的 所以美国智库报告 特别警告他们的官方说 如果黄海落到中国的手里 美日将会后悔 现在的无所作为 白宫的印太事务协调总监坎贝尔说 美军航母这个动向 在尤其佩洛西埃的时候 很受关注 他说美军将会穿越台海 美台将推进贸易谈判 舰队要来 贸易合作要谈 经济学人报道里头也说 防北京行塑新常态 所以美舰应该要恢复穿越台海 到底有没有可能穿越 因为林肯浩的航母将返回母港 要回去了 结束在西太平洋地区的高强度部署 那么林肯浩指挥官 甚至说在南海出人物的时候 还被解放军跟随尾随 来一起有一番对峙 但事实上到目前为止 对于台海的关系 现在的所谓的新常态化 雷根浩来不来 其实一直没有得到结论 甚至很多专家像舰长也认为 跟我们雷根浩不可能通过台海海峡的 这个中间的中线 从这里过来是风险太高 不太可能 而美国之后的兵推 甚至所谓的兵推 当中国武力要夺台的背后 这个剧本很多人都觉得 有很多疑点甚至不合理的地方 其中能不能保证 真的不用动用核武器 这也是个关键 还有日本能不能参战 还有很难应对 包括了俄罗斯北韩 伊朗的趁虚而入 所以美国战略司令部的司令理查德 他就说了 疯狂制定一套新核的威责理论 可以同时应对中俄 所以到底核武这件事情 美国有没有在防范中国使用 而俄乌战争给台湾的反省 其实世界援助乌克兰不参战 那美国有什么理由到台湾来参战 还有俄国的民族主义是支持 这个所谓中国也一样 所谓的民意可用 那么俄乌力量不对称 但是战争长期化 但台湾的服务员这么小 都这么的不成对比 所以战略众生难以用空间换取时间 这都是问题 亮哥 这个 我看那个解放军越过中线 应该就是常态化 变成新常态了 那黄海那边的博弈 因为他直接碰到就韩国 那韩国当然很难跟中国竞争 那他有很多地方也需要韩国 很多地方都需要中国的协助 所以我认为 他那个黄海演习 博爱演习主要还是针对日本跟美国 也不是黄国 所以我觉得日本在那个地方也很难介入 因为那毕竟不是属于日本的地盘 现在确实是很麻烦 就是双方整个军事敌对的态势都在 高涨 而且这种高涨是叫做 以牙还牙式的高涨 就你出一招我就要出一招 所以才会 人家才会去扯到说 雷根号总要回来吧 到哪去了 可是雷根号本来的 比较长的巡异区是南海 台海这个地方事实上 没有航母是巡异区 美国的太平洋 这个我们说航母回到太平洋 来过的 罗斯福号 然后比如说以前还有那个 李李兹号 然后另外就是雷根号 那事实上常驻的就是雷根号 而且主要就是南海 就南海 所以你说要在台海常驻 我认为不太可能 因为他在台海常驻到底要干什么 光是穿过的旗律 大家都觉得不够 穿过的旗律我觉得 坦白讲你说这样直接 从日本往下走 搞不好他连那个南海的 中国大陆在那个南海中段 那个填海造陆区 他都不敢经过 那更不要说台海 他比较可能的是绕行 菲律宾东侧然后经过巴士海峡到南海 最终好像是这样 然后再从南海回到日本 很需要修整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经过台海 可是我不知道他如何经过台海 因为也可能从东岸 如果要从西岸 那这个当然是一个重大事件 没错 那我认为北京一定会沿正以待 会跟他开条件 比如说你是舰队经过吗 护卫舰要一起经过吗 或者说你是单独一个航母 这个一个平台经过 那上面的舰载机是多少架 对不对 或者你是不是要 以这个军舰无害通过的 国际规则来通过 说雷达不能朝向我这边 等等 还有中线你要距离多远 他一定是朝中线以东 如果真的有这件事的话 我认为这个应该中方会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会展开激烈的博弈 因为这个是中国说台海不是国际水域以来 第一个重大事件 可是对雷更号来讲也是一个重大事件 因为美国向来所谓的自由航行 就是我就是全副武装 我随便到哪里就到哪里 谁也不能干涉 无人可挡 所以你现在要到敏感区是不是 因为亚洲的敏感区坦白讲只有一个地方 就是勘察加半岛 那个是苏联的地盘 因为那个地方是俄罗斯的核武基地 那美国跟苏联早就有默契 那个地方他不会去 那现在等于就是说 中国要划新的界线说这里是敏感区 你不要给我来 坦白讲真的是考验美国 就是这个肌肉 肌肉要相撞你知道吧 那不知道什么时间 如果是延后到这个二十代以后 可能还比较有谈的空间 中美中序一战吗 真的要相撞吗 那么雷更号会不会经过台海 其实舰长一直都觉得不太可能 是吗 对 为什么不可能 我们先来看看 这个有关于中央社的报道 他讲的说有关于航海的重要性十足 不要让中国圈海变成内海 好 那这个是今天中央社的报道 然后刚刚亮哥也讲到说 有关于在渤海跟黄海的军援 那基本上我把这两个地区给画起来了 画起来这张图就很明显了 为什么 因为这张图我们先讲清楚 这个白色的这条很细的线 这是他的临海基线 临海基线往外推12海里的这个范围 是所谓的临海 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演习的军事活动 而且他说是那个 他说禁止进入这0373号的 这一个操演区 其实这操演区很小 那这个操演区是在哪 他在青岛的外海 而且他基本上就在他的临海基线内 也就是根本在他的内水里面 那在这种演习对韩国 你看这边我有特别标出来 这是38度线 这是南韩 这是北韩 跟韩国有什么关系 我也是看不懂 那另外我们来看这上面这个更看不懂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事实上我们讲到说 这个鲁航警0371号 这个区域更小 这个区域只有几海里而已 基本上就是应该是一个火炮 因为他是实弹射击 应该是火炮的试射 那你看他比我的这个箭头还要小 那也就是说 大家要说这个军演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实在是看不出来 那我对不起 我在这边狗尾叙雕一下 这是我今年三月在台湾大学 开的一个研讨会里面发表的 那这个论文其实很简单 也就是我把2020年跟2021年 所有七八九三个月的军演 全部画起来 那当然我今年的 等到九月过完之后 我一定再画一次 那这个军演就像大家之前 有的那个专家学生 连云港军港好可怕 但是你知道它的大小多少吗 对不起 连云港军演在这里 它非常小一样 在它的领海基线内 那根本是它的一个那个内部 那个内水里面 那它的军演到底有什么可怕的 那当然最后我们 那个一定要提一下 就是说会不会经过台海 就是那个雷更号会不会经过台海 这是二零一九年的中国军力报告 那这二零一九年的中国军力报告 它谈到什么事情 它其实谈到的也就是 在台湾的台东以北 其实都在这个 英级六两的这个飞弹的有效射程内 这个飞弹射程是多少 四百公里 也就是你要 你如果它这个是在平潭岛为中心 它如果往南移 往北移整个台湾海峡都在里面 真的觉得那个雷更号要这样过去吗 他真的要冒这么多险吗 每一次美国的不管是驱逐舰 或者是他的那个提康德罗加的 这个巡洋舰要通过之前 他都派非常多的 不管是个型电针机 EP3或者是海上巡逻机 P8A或者是我们讲的那个 那个P3C 他为什么 因为他要在制电磁拳 还有在目标的那个命名上面 了解解放军到底在这边做什么 这只是一艘 那个我们讲的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 或者是伯克级驱逐舰 他就已经这样 你现在要把一个航空母舰打击群 送进去 你不要开玩笑了 那美国要花多少的力量 需要这样吗 不如来外交折冲 好 那又有人说 那到底会派什么样的船 那我们这边来看 这是开始美国对外公告说 他们到底有什么船 通过台湾海峡的这个部分 而且他把舰行做分类得非常清楚 我们这就可以看到 他其实是2018年的时候 他其实有两次 其实不是单舰 他是双舰 那所谓的双舰 那有的时候是两艘的驱逐舰 那也就是这边一个叉叉的部分 有的时候是一艘CG就是提康德罗加 一艘DDG就是伯克吉驱逐舰 那他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 最近是2009年4月 之后他都是单舰 那刚刚讲说他如果 其实我们回头看 也就是英国的 伊丽莎白女王号的航空母舰 穿越过巴士海峡之后 美国的航空母舰 再也没有走过巴士海峡 不要讲台湾海峡 他连巴士海峡都不过 都不走了 他走两个地方 一个是佛德曼水道 也就是切过菲律宾的内陆 另外一个从南海 切过 那个进入所谓的输入海的部分 也就是连 连那个我们讲的就是刚刚 我忘了是郑东老师 还是詹佳老师讲 也就是他连这个 不管是储币永属美礁 这三个礁 美济礁 他都附近他都不通过 所以你说他要鼓起勇气 要通过台湾海峡 我个人的研判是可能性很低 风险高了 这个损失万一有个损伤 风险太高 只要说怎么看 被报道说年底败习会 根据坎贝尔的说法 就是说他坎贝尔其实是 没有否认 但也没有承认 他只是重复了一次 上一次在败习通话之后的 一个新闻发布 就是说双方的团队 正在研究可行的时间跟地点 但是他不愿意进一步透露 那其实坎贝尔以前 在欧巴马时代 被认为是一个嘴巴很大的人 他讲话常常是 有时候会被认为是超过授权 不过这次我感觉他变了 保守 保守了很多 那我觉得坎贝尔讲话 其实是有值得 有值得可以讨论的这个地方 有两个 我觉得有两个 两件事情 可能台湾蛮多朋友 可能会觉得很振奋 但是这两件事情 同时也有他让我们觉得担心的地方 第一个他讲到就是 美国的这个军舰 会再经过台湾海峡 他说这是他们的航行自由计划 航行自由行动 那但是我觉得这个 如果你觉得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发布 很振奋 可能你就要注意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个消息 本身也有他的一个 让我们担心的地方 这里头讲到了 就其实坎贝尔讲这句话之前 有两个人都讲过了 一个是八月四号 Kirby 国安会的这个发言人 另外一个是谁呢 是美国的助理国防部长 叫做Karl 他在八月八号也讲过了 所以说你看 同样一个行动 目前我们还看不到 他的行动的进行 但是呢 已经讲了三次了 所以只闻楼梯响 不见人下来 过去其实很多次是什么 是他船舰通过以后 才证实 现在是一再告诉你 当然他有他的一个法律的意义 他就是要去否认 因为大陆在这个台湾的门口军演 他就是要将台海内海化 所以他现在就是宣布说 台海是一个国际水域 他是有这个意义 可是问题是行动呢 行动没有跟上来 他说了好几次 但是还没有行动 所以我相信他是在 跟大陆方面有进行激烈的博弈 当然他也是在找寻一个 不会引起双方直接冲突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我认为这一点地方是值得担心的 第二个 他讲到另外一个 我想很多朋友会很关心的 就是他讲到了什么呢 他讲到美国即将会发布一个 非常ambitious 非常有企图心的一个 台美贸易谈判的架构图 台美贸易谈判的路线图 那这个呢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 是不是美国要跟台湾 签自由贸易协定 那我觉得这个我要提醒大家 不可能 第一个 我们要注意到就是说 其实拜登政府 从过去这一两一年多以来 他跟拉丁美洲也好 跟亚洲也好 都展开了一些贸易倡议 那他的这些贸易倡议 引起国会的很大的反弹 因为觉得他们没有充分的咨询国会 没有让国会有效的监督 所以现在共和党已经放话了 如果年底共和党取得国会多数 他一定会介入这些贸易倡议 这些贸易倡议 在自由贸易的倡议者里头的这些人 看起来觉得说 这个其实没有真正的去降低关税 没有真正的扩大市场进入 但是在国会来看 就觉得你没有给国会 足够的一个监督的空间 可是我觉得还更进一步 其实值得我们担心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些对台湾来说 台湾真正要的并不是实质的内容 台湾要的是民 台湾要的是一个自由贸易协定 不要实质内容 只要民意 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最需要签贸易协定的是 东协跟欧洲 而他们都因为顾忌大陆的立场 所以不敢签 那如果美国第一个 其他国家就比较愿意跟进 可是现在因为美国的这个TPA 就是快速通关法案 现在根本已经失效了 去年七月就失效了 然后现在它也不是一个 真正的一个自由贸易协定 你看坎贝尔讲里头 有没有讲说 未来会导向什么样的成果 没有 所以这是台湾 给你一个宣传的工具就好了 对 那个成果才是台湾 真正最需要的 可是现在看起来是看不到 是的确 台湾在这个合作实质内容上 看不到 只要一个宣传工具吗 这个我差一句话 因为台湾并没有参加那个 印太经济框架 是 那如果说美国跟台湾有 给台湾特别的好处 你认为那些国家会没意见吗